HELLO 大家好! 草辯牛爹! 這次我們把剩下的鐵血後排還有潛水艇 來一併介紹一下吧 首先第一台我們來介紹一下彼得 彼得第一個技能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弹幕 空襲弹幕 空襲支援的時候有百分之百發動魚雷機弹幕 這個魚雷機是兩台魚雷機 然後發動魚雷級數三個 傷害是240x3 對甲補陣80x100x130 對中中甲的傷害比較高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役幕 那第二個技能 戰鬥的時候會全體減速8% 這個效果其實蠻不明顯的 打演習其實也還好 不過可以跟其他的減速去做一個疊加 算是以後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話 或許也是一個百分之百減速的一個手段 不過這個不重要 重點是他會每秒判定一次 有10%進入這個停滯 這跟可威一樣是直接停止他的這個行數 暫停在那邊 不過跟可威不一樣的是 他是3秒 他停3秒 然後對方馬上恢復原本的速度 那可威是停1.5秒後 慢慢恢復原本的速度 所以在緩速上面他們有不同的機制 一個是暫停的時間很久 然後馬上回來 一個是暫停的時間比較短 慢慢恢復原本的速度 所以這兩邊的這個停滯的型態 是比較不一樣的 好 那不過這邊觸發之後馬上進入7秒 也就是說接下來7秒 你不會再發動這個技能 所以大概有些人去算啦 大概每10秒觸發一次的機率 大概是65%左右 其實就這個機率來說還不錯 那你可以期望說一個戰鬥 大概40秒到60秒的戰鬥 會觸發個2到3次不等 因為就是比較隨機的 所以這個技能呢 我認為它比較適合在道中 道中你會有很多波段的輸出 波撞的輸出 那一旦停止之後呢 這波段輸出打擊的命中率 會提升很多 所以有效幫助你在道中的一個傷害 那你拿來打王的話 就不切實解 因為打王它不見得會要你在這個 你需要的地方做停止 所以我認為這個作用在於道中 更勝於這個boss戰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輸出技能呢 就是每一個鐵血陣營呢 可以增加它自身的航空15% 最多三成 也就是最多加15% 好另外如果有4個鐵血陣營的時候呢 後排的這個航母輕航 都會減少它的這個CD時間10% 所以這100%就是要你綁定鐵血角色 而且就是要配到4個鐵血角色 包含它自己4個 所以是1加3 所以這樣子可以大大的提升它的強度 還可以幫後排的航母做一個減CD的動作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不同航母他們租件的屬性 好 首先齊柏林彼得 兩個姊妹劍 基本上屬性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吃上3鐵血的話 加5%航空值 算出來就是186 好 4成有這個1行 可以吃到這個552 那企業沒有任何的航空值加成 取代之它有兩倍傷害 好那防空這邊呢 彼得稍微低一點點 好其實迴避這邊企業比較高 命動方面彼得101很高了 那最高當然是我們的企業107 裝典部分呢 反而是彼得最高 好 幸運部分呢 企業最高 所以以這個後排生存力來說 好 齊柏林有減傷 所以整體而言 鐵血在後排的生存力當然是比較高的 好再來企業 企業有高幸運高迴避 還有無敵這個技能 所以企業在後排生存力也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比較可惜是 刺程 血少迴避也低 所以在後排的生存力相對就是比較低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輸出的部分 好 蟲鷹這邊有這個長門可以輔助航空增傷 所以吃喝長的傷害來源就是來自於長門的 鐵血這邊也有鼻絲脈 可以輔助這個航空增傷 還有航空暴率 所以我們以前說的吃喝長 在鐵血這邊也可以如法炮製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 吃喝長我們都認為它很強了 在航空上面的表現非常好 那鐵血這邊 未來在航母群這邊 傷害絕對不會輸這個刺程 所以我們剛剛講都是一些後排的效率 其實我們也知道 蟲鷹這邊前排有很多強者 比如說像是武器 北風 前排的buff效果也是很好用的 鐵血這邊一樣 也有羅恩 也有美音之 還有我們上一集介紹的美音親王 其實整個鐵血暴擊團的效率也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刺射中軸的主軸就是暴團 你暴人越多傷害越高 那整個大世界也是一樣 基本上你都要上好上滿 所以刺射中軸的主要的主隊條件 基本上就是暴團 好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台威西 威西第一個技能也是一樣 空中支援的時候有彈幕 那三鐵血會增加自己的暴擊傷害 那主力只有一名鐵血角色的話 其實他只有他一個人的話 他會提高自己的裝填 提高自己的航彈 並且強化這個彈幕 然後增加30%的觸發率 原本70加30就是100% 所以單後排就是100%觸發這個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 原本就是兩架飛機帶500的航彈乘2 好 吃航空屬性80% 航空屬性越高當然彈幕打出來越高 那如果只有單後排強化的話 變成三架這個帶航彈的 所以他一個人在後排的傷害量 其實跟正行是差不多了喔 好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個 防禦技能 每20秒會幫前排的人增加兩枚這個盾 那這個盾可以擋這個六發子彈持續8秒 那獲得這個盾的角色 如果剛好又是鐵血陣營的話 那會提升這個鐵血陣營的角色 15%的這個砲擊 好並且會恢復威西自己本身的5%血量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叫你去補前排是鐵血就對了 而且前排鐵血 單一個後排清航 基本上就是很滿足一個低號的手段 所以未來你要打活動或是幹嘛的 前排你放一個簡單的砲墟 然後後面放一個威西 很簡單就可以滿足一個 你最低低號的一個手段 而且後排不會死又有彈幕 前排砲墟打起來又很輕手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單走後排低號的一個角色 其實不說這麼多啦 我光看到那個大腿 我就一定會練好練滿的啦 不要說低號的問題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U37 U37第一個技能呢 氧氣量額外增加20點 也就是多潛2秒鐘 自身又對輕甲型的敵人造成額外15%傷害 就是對驅逐對輕巡有額外15%傷害 再來上浮的時候會輔助一個特殊彈幕 這個很多潛艇都會有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提升自身行數3 並且裝填提高18% 直接裝填18%喔 因為潛艇滿缺少這個裝填的 好另外也有這個狼群 那狼群是增加自己的雷擊秘重迴避 最多加6% 所以3這個鐵血潛艇的話 就加18%了 好我來整理一下整個鐵血潛艇的一個角色 好首先這邊有U47 U81 101 U96 U37 以雷擊表現來說 加上狼群 這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全部加算起來 U47 U81是單軸 它只有單狼 它沒有狼群的 不過它有額外增傷40% 而且它是對戰列艦 所以它整個數值是這樣 如果你把這個雷擊乘以增傷的話 其實它也是蠻可怕的 好 U81有狼群 還會機率進水 它也是對航母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傷害來源 所以把狼群加上去 它整個雷擊屬性到了671 好裝填也可以到達131 U101也是一樣 它可以自己加命中 然後呢 也有狼群加迴避 對輕甲角色有增傷 所以這個整體的雷擊625 裝填也到130 普遍來說 它們的幸運都很低啦 不過U37的幸運非常高 好這個在暴擊率上面 會有一個明顯的增加 好 U96這部分呢 它可以自加自己的暴擊率 然後有狼群 另外它還可以輔助整個鐵血的潛艇 增加這個命中 還有爆傷 這是非常稀有的 那狼群加起來呢 它就有630的雷擊 裝填129 其實也都差不多了 好我們剛才看的時候 這個U37呢 加氧氣加裝填也有狼群 它也對輕甲 整體的雷擊表現呢 加上狼群之後呢 到了755 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氧氣就是獨樹一個全場之怪 238的氧氣量非常非常高 裝填是來到130 好所以整個裝填 有狼群的裝填 基本上都在130左右 那這邊U47沒有狼群 所以裝填非常的吃緊 氧氣量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它是比較單狼型態的 打爆發型的 好所以整體而言 U37的這個配裝很活 它可以走這個G71的這個魚雷系列 因為加了氧氣之後 它可以完美打出三輪 因為氧氣量很高 裝填也是很高 好如果你不要用G71 未來還有這個彼得雷 彼得雷直接打兩輪 氧氣量是夠的 然後你可以配合這個彩棒 增加直接的輸出 非常可怕 這個整個鐵系也只有U37做得到 好啦那那麼多的潛艇 我該選哪一台 好首先核心一定是選這個U96 為什麼 因為它有加命中跟爆傷 對其他的潛艇都有加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打大世界的時候 128級的敵人 我們一定需要命中去打對方 好爆傷也是增加我們傷害的一個天花板 剩下的374781 你就三選了 你覺得誰好用 誰比較可愛 你對誰有愛 帶出去都差不多 好最後我們微選就是U101 為什麼 U101看起來好像整體屬性不錯 不過比較激熱的地方是 它這個靠前 瞭見靠前這個舉動 有時候太靠前了 它可能反而打不到BOSS 因為BOSS可能沒有那麼後面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BOSS 是不是會跑到很前面 那跟BOSS就有一個距離相關 打不打得到BOSS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 這個是我因為我讓它微選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的這個瞭見呢 沒有打不到BOSS的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你也是可以選U101的 那大部分的時間呢 我覺得三選二 可能比較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好啦 以上就是這期這個 新鐵血船的一個分析介紹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它們的性能 所以3U的表現越來越明顯 所以鐵血的這個U挺 一定是要把它練好練滿 對於你大視覺的攻略來說 會相當的非常地輕鬆 以後打BOSS也是一樣 潛艇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了 所以一定要練潛艇 好啦 我是草莓溜 有問題的話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